好,我们来到吉安湘 由先议员黄欣所召集的专案会议 吉安三支排水计划 来厘清三支排水全责单位 并且积极来争取前瞻计划预算来改善 进行吉安郡第三支县排水的改善计划 避免下游的人和东山两村 淹水的情况再度发生 吉安郡一干县三支县由南华村分流而出 沿着南华村四街向东跨越台九炳县 到广兴路附近与吉安郡第二干县交汇 由于三支县为灌溉沟取 专案召集人希望透过专案会议 来厘清主政单位 一例后续的经费预算争取 107年那时候萧委员 萧美琴萧令委有协助跟帮忙 这一条希望能够把它促成 所以多次的一个会刊 一再一而三再来就一直去会刊 希望当初后面的结议是说 要在我们的广泉路 广泉路的水渣门口 二干的水渣门口能够分上游跟下游 那上游的部分因为冠田灌溉 多数为冠田灌溉 冠田需要就由我们的水利处来做处理 那水渣以下游的部分 又希望是县政府来承接 纳为我们的区域排水 那当初的公文都有 跟我们相公所的公文都有 那一直到现在110年 那这个还是停留在纸上作业 所以房间特地组了一个庄案 希望能够确切的一个确切的一个决定 让各单位的公共的一个工作能够落实 3.8公里的洁安镇从甘城村西往东走 汇入洁安西联合排水 建设处长邓子余指出 97年联合排水及社区排水滨海支线的计划都已执行 目前已进行三支排水的初步调查资料 并且不在联合排水之内 那这个三支排水呢 它是一个联合排水的支线之一 但是呢以它目前来说呢 它并非是属于我们这个区域排水的范畴 那它主要呢还是一个提供农田灌溉排水的这样的一个灌牌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当初在103年的时候 那有想要去针对这个三支排水的相关的管理权责 还有未来改善的这样的计划 希望能够配合这个联合排水系统国要报告 来做一些改善 那后在这个103年的检讨的时候呢 就是有了一个结论共识 它经济部水利署基本 它认为这个并不是属于区域排水的系统 它还是回到灌牌的这个处理原则 由于三支排水关系到 吉安乡六村的灌溉及排水功能 3.8公里从甘城村西往东走 最后汇入联合排水 召集人在会议中也希望整合各单位争取前瞻计划预算 整治三支排水的灌溉与排水功能 让东昌村免于淹水之苦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天后 好